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5月3日 星期五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講講網上熱話 話說有一位網友寫上網 他儲了大批外賣膠餐具 想著慢慢洗 誰知道港環保的同事見到這個情況 竟然一口氣丟掉他的餐具 是怎樣的熱話 還叫不叫環保 和各位一齊了解一下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熱話 話說施永青讚寫文章 說有一股惡勢力集中火力攻擊樓市 說不希望香港繁榮 施老闆為何會這樣講 什麼惡勢力 和各位一齊了解一下 另外亦講講各大熱話消息 據報有間香港的餐廳兩人的清水零售多少錢 結果小紅書的女子在網上大聲說貴 不過亦都牽來爭議兩派的說法 和各位一齊了解一下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導 話說買外賣儲蓋 大量新的膠餐具放在櫃桶想著用 怎知遭到港環保的同事 善自丟掉了 打工仔很生氣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 這位受害的打工仔投稿到Facebook專業勞工處 表示在公司座位的櫃桶 擺放一批膠餐具還有木筷子 就說很多是以前買外賣用剩的 例如只用了一隻膠叉 就留上膠筋 沒有影響到其他人 一直都相安無事 怎知事主有一天上班的時間打開的櫃桶 經見只剩下木筷子 隔離位的同事沾沾自己走近 承認丟掉他全部的膠餐具理由是走數 事主形容當時的心情真是生氣到說不到話 直接想報警說那個同事偷東西 到底現在誰不環保 網友紛紛表示支持報警玩大他 亦都說變了零次性的餐具 亦都說不用就丟 還不環保 亦都有人罵 善自開其他同事的桂桶 不論是甚麼原因都已經是錯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不知各位網友家裡有沒有儲存膠餐具 以往可能外賣的時間有一兩份留下 儲存也一定數量 礦仔也有一堆 慢慢用 但結果這個港男將他的經歷寫上網 說他那個港環保的同事 知道他的桂桶有一大堆的膠餐具 竟然一口氣不問他就丟掉 因為要環保和走數 喂大哥 這樣是不是走數和環保呢 不得而知 問問大家意見 真是怪民多羅羅 尤其是走數過後大對笑話 另外也說過有關 施詠青 施老闆寫文章 就說有一股惡勢力 集中火力 攻擊樓市 不希望香港沒落 是怎樣的熱話呢 根據HK01的報導 施詠青 詠青 詹文指 有一股惡勢力 集中火力 攻擊樓市 不希望香港 迫榮 報導的流行 提到中原集團創辦人 施詠青 在旗下的免費報章 AM730的專欄裏面說 樓市及時全面設立 是政府近年一項收效明顯的佳積 不到一個星期 市場氣氛已經扭轉 並指出 設立過後 本港的一二手樓市也受惠 不過他提醒 政府不可以掉以輕心 世上存在著一股惡勢力 不希望香港欣欣向榮 而是希望香港走向沒落 退敗 最能夠反映 香港正在沒落 莫過於在香港樓市十級而下 詹詠青指出 設立過後 發展商是由沒有信心開盤 轉變成全部署更加多新盤開市 銷情普遍都不錯 同時二手交投亦都大幅回升 小業主對於後市亦都恢復信心 二手樓價亦都很快回升 參與物業股價署公佈的三月份 樓價指數上升1% 結束了十個月的跌浪 令到香港擺脫通縮壓力之餘 一眾中產亦都有機會被開一場資產大蒸發的洗劫 政府今次設立取得成效 既是設立設得全面之外 亦都是設得及時的 不過詹詠青亦都指出就說 不過特區政府對此可不要調以輕心 世界已經變得比以前複雜 政府對此可不要失去敵情觀念 世上存在著一股惡勢力 他們不想看倒香港欣欣向榮 而是希望看倒香港走向沒落頹敗 而最能反映香港正在沒落的 莫過於就是這個香港的樓價在十級以下 詹詠青表示 因此我預期這批不想香港好起來的人 今後仍然會集中火力攻擊香港的樓市 他們會說切納的效果只是一時的 樓市很快就會回到切納前的疲態 因此有樓應該盡早賣 遲賣就會蝕底 此外他們還會叫那些留港生活的人 寧願租樓都不要賣樓 這樣的話市場就會形成負面互動 只有人賣樓沒有人賣樓 即使香港的經濟有改善 樓市都難宴氣息 將會對港人重建自己的信心起破壞的作用 因此政府不可以在切納過後就袖手旁觀 甚麼都不做 而是要不斷推出新的政策 去鞏固切納的效果 現在內地有不少上來香港置業的人 他們遇到的難題 就是沒辦法將內地的資金調來香港買樓 蝕永青認為 中央政府沒有理由不容許內地居民將資金調來香港買樓 只要中央能夠通用 香港的樓市就不愁沒有資金捧場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嘩 厲害 話說施老闆又寫文章 就說有一股惡勢力正在希望香港抹躲 不知道哪股惡勢力 不過當中提到樓價的情況 現在樓價的確是很大考驗 設立過後就沒有太大明顯的轉好 雖然有所回穩 的確是較設立前幾個月 那個情況有所改善 不過現在都可以說是有待觀察 蝕永青讚寫鐵文 就叫政府不要掉以輕心 令B稅也認為 如果內地人來香港買樓 那些資金調動比較方便的話 估計會有很多人來香港買樓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每一次施老闆的回應 都會牽離網絡的熱話 另外也說說這宗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香港的餐廳兩個人 那杯清水要另外收6元 小紅書女就帶身 自來水也要收6元 牽離網友的爭議 報導的留言提到 這位網民小紅書 以香港的水真的不要亂喝 為提發帖文 就說26日晚上 到黃埔某間泰式餐廳吃飯 給錢的時間才發現 桌上玻璃瓶裝的水竟然要收錢 令到他震驚不已 從收據可見 當晚他一共消費265元 收費項目上除了三個菜式 還有一項寫明是水 庫胡免收加一 而水的收費是兩個人6元 他表示進餐廳的時間 那支水已經放在桌面 老闆還招呼他喝水 但沒有說過水是收費項目之一 就說老闆還過來喝水 全程沒有提示要收錢 他就說那支水 喝起來像是自來水的味道 認為並不值6元 就說如果是礦泉水 這6元我都願意給 鐵文印尼網友關注 有不少網友認為6元不算便宜 而且餐廳並沒有提前說明收費 就說什麼物價 一般都不收錢 也說商家全程沒有提過水要收錢的問題 還引導顧客去喝 沒有提前告知 桌面上也沒有明顯的標價 不過也有部分人持相反意見 認為餐廳提供收費的食水並無不妥 明買明賣 就說要記得水不是免費的資源 從水源到餐廳要經過很多的步驟 才能夠喝也要成本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說這樣收6元又合理還是不合理呢 相關的內地旅客就寫上小紅書 估計又成為小紅書新一則熱話 據報說當時桌面沒有標明那支水要收錢 令必須埋單的時間才看到原來會維修3元 即一共是6元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網友的意見都兩極 不妨劉果然聊聊 另外也提及這單消息 根據經濟日報的報導 元朗鐵騎士行車期間遭到石頭擊中了 翻車送丸救治 報導的留言看到 今天下午1點3 57歲的男司機 就沿這個元朗公路往屯門方向行駛 當駛至近紅天路一個枝路的時間 一塊好像拳頭那麼大的石頭 突然擊中事主的手部和頸部 事主失平衡過後人仰馬翻 稍後救護車到場為傷者包紮 再將它送往屯門醫院治理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